HELLO 各位志堂的粉絲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周建永醫師 來幫我們客座嘉賓為糖尾來做線上的解答 周醫師你好 你好 各位糖尤好 因為很多糖尤都提到 他們其實每三個月都會回診抽血 驗糖化血色素 為什麼平常還要在家裡做自我的檢測呢 因為糖化血色素代表三個月血糖的平均值 他們要把他自食反映你的狀況 所以才再來要驗血糖 家裡平常吃的東西其實血糖會一直變化 所以他如果沒有驗氣 不知道放下的狀況 對 那有沒有哪些糖尤是周醫師認為他一定要做量測的呢 不是 所以那個比較嚴重的病人 譬如他這個糖化血色素很高 那個酒以上就算很差了 還有用胰島素的病人 或者說他吃的藥物比較容易引起低血糖的 這樣是需要做那個血糖檢測 飲食沒有做到 亂吃的這個最好 所以就是血糖控制不好 尤其是糖化血色素9以上 或飲食控制不好 或是目前的藥物可能會有低血糖風險的人 其中今天要做血糖量測 但有沒有哪種量測方式對糖化來講是比較好的呢 剛開始不了解自己的血糖的變化的時候 最後配對測試 尤其是分那個早上下午晚上 餐前跟餐後兩個小時 配對這樣比較好 但是也不需要一天驗六次 你可以隔天驗 禮拜一我們驗早餐的餐前跟餐後兩個小時 禮拜二我們驗午餐 禮拜三驗晚餐 這樣每餐都有量到 這樣可以給醫師參考這樣 比較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減少次數 就像可能變成只要量醫生這樣 我們今天真的很謝謝周醫師的分享 其實再加量測的數據呢 可以多用紙本的記錄 或是用手機的記錄 那回診給醫師參考 醫療團隊呢 都可以提供給糖友更多的個人化的建議喔 那糖友更多問題也可以在下方做留言喔 掰掰